今天我會教大家怎樣用Break Out Rooms 的功能 即是分組 首先去到Zoom 的主網頁 按進去右上角我的帳戶 再按進去左手邊設定的位置 去到會議下方的會議中 進階 選項 請開啟第一個選項 分組討論會議室 之後回到Zoom 的應用程式 你就可以在會議的正下方 見到Break Out Rooms 的選項 按進去就可以開始分組 這樣當你開 Small Group 那時 就不需要開多個 Meeting 才可以分組 在Break Out Rooms 的時窗中 你可以選擇分幾多個組 下面就會顯示幾多個參加者一間房 另外你可以選擇自動分配 或者人手分配 然後按 Create Break Out Rooms 就會彈出另外一個 Break Out Rooms 的時窗 在這個時窗 你可以選擇改房間的名字 移除房間 和分配參加者 將滑鼠放到組員的名稱上面 就可以選擇移動 或者調配 之後按入 Option 在這裡你可以選擇自動調配所有參加者到不同的房間 充許參與者任何時候都能回到分組前的位置 分組的時候限制和關閉分組後開始倒數的選項 所有選項都可以隨意選擇開啟或者關閉 完成所有設定後 按入去右下角 Open All Rooms 參與者就會彈出參與分組的時窗 上面會顯示你被分配到哪一間房間 按入去右下角 Join Break Out Rooms 等一會就可以開始分組的啦 參與者可以在畫面正下方 Ask for Help 邀請主持人進入分組房間 如果是手機的話 這個選項就會在畫面的左上方出現 主持人也可以在 Break Out Rooms 的時窗中 按入去 Join 進入不同的分組房間 主持人也可以在組下角 Broadcast Message to All 中 傳遞訊息去所有的房間 分組完結之後 主持人可以在 Break Out Rooms 的時窗中 按入去右下角 Close All Rooms 關閉所有分組房間 然後就會去分組前的畫面 獻回所有參加者啦 看完片啦 記得 Like 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 Share 給你的朋友 按下小鐘就可以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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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